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他們家好棒喔 木材質跟金屬的結合 是這個整個家的風格主軸 而且啊 設計師還根據 全家不同的需求 打造出各種需要的空間 真的是不簡單 不知道我家以後 打造出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想太遠 往下看 所謂的軟件 就是在家裡面可以帶的走的 像沙發 茶几 地毯 一些白品 甚至窗簾 或者一些特殊的燈 像這個家裡面的軟件的搭配 我們就是用一些 比較不是那麼硬邦邦的方式在處理 尤其是當我看到這張沙發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是屬於鄭小姐的 因為它要皮沙發 但是它又不要一個看起來很嚴肅 跟硬邦邦的皮沙發 那我們加上我們用了一個主要皮的結構 但是要搭配一些布料的時候 其實它的整個舒服的感覺就出來 再加上像大茶几好了 這大茶几其實我們改了整個的比例 然後讓兩種不同顏色的木材 一個胡桃木 一個橡木 兩個相接 有一點混搭的感覺 跟我們的沙發的概念是一樣 客廳 餐廳 廚房一體的開放空間 動線的流暢度相當重要 設計師運用了家具的擺放 來做出不同功能的空間區隔 天 我發現餐廳的皮花板是斜的嗎 對啊 真的是斜的 是啊 因為我們上面藏了一個冷氣空調內積 這部分有內積 對 那怎麼把它拉水平呢 主要是因為我不想它整個都太低 然後這邊這麼大塊 然後這邊稍微斜一點 整個視覺上是比較活潑一點 確實應該很多人 進來這個餐廳就會問說 你們家的田花板是斜的嗎 並且我們還發現了鐵劍的再次運用 對 這個鐵劍其實我們希望這裡的感覺是比較輕 但是這裡要放東西 那我們就用了鐵劍來做它的成板的結構 夠薄 對 而且打在結構牆裡面其實非常的穩固 金屬板的再次的出現 這邊還有漸漸 以為是漸漸造影 其實 沒有 啊 隱藏了便電箱的位置 這是魔法的所在 對啊 因為這邊本來就是那個建植結構體 就有一個電表箱在這裡 視覺上其實這個立面不是那麼好看 那我們又不想它的修飾是一個用櫃體啊 或者是掛一幅畫的感覺 是是是 對 那我們想這個立面的時候 就想說這個地方就給它一大塊 有質感的那個金屬板 就是杜太板 然後做一個間接照明 是 結合它需要的這些櫃體 這樣子 讓它量體感不要這麼重 而且這個地方比較讓人家猜不到 因為真的是看起來比較薄 並且是結合整體的一部分會猜不出來 Ten 這個廚房也很特別 對啊 怎麼會有兩個冰箱啊 對啊 因為它當初就告訴我們 它要放兩個冰箱在這裡 它的需求是這樣子 對 主要是說外面這個冰箱 是考慮到小朋友的安全 不要讓它進到裡面 所以就放了一些人影 還有一些蔬果 小朋友喜歡拿取的東西在這邊 對對對 然後這個靠近裡面的冰箱 就是放它的一些生食 煮飯用的東西 不但區隔了 全家人的安全的問題 同時也把食物的安全也放進去做考量 沒錯 沒錯 而且我們就隔出了這個L型的隔間 是當初建商沒有的 是你們特別隔的 對 形成一個可以放冰箱跟電器櫃的地方 是 對 那再轉折過來 剛好就是在我們這個電梯出來的一個主牆 所以電梯出來有一個轉換的空間 是 對 就是一個過渡 然後視覺上就可以看到這片天 樓梯上來或電梯出來 就可以停在這面牆上面 對 做一個轉換 進到主客廳的一個轉換 然後上面我們特別選了一個燈 造型的燈 燕子 家裡有燕子 代表這個家很富貴 很吉祥耶 雖然風格簡約 但該有的收納功能 卻一點也不簡單 設計師彈熟鏡 讓設計回歸生活 利用三樓梯間轉角的機靈空間 除了樓梯端緊的展示櫃 並設置了 可以讓屋主擺放清潔雜物的收納櫃 來到三樓的主臥 好 線條還是非常的簡易跟利路 可是這個牆面摸起來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它是那個板顏紋的美奈板 板顏喔 用了白色的 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黑色的細線 對 這是金屬的烤漆 的細條 那你猜猜看 這邊有兩片門 是 當然是收納啦 Equery主要是收納的作用 好厲害 這個 啊 收納 然後我們讓它隱藏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暗門 這個意思有夠大 哇 欸 可是Tam 為什麼更衣室裡面的衣櫃 還要再裝門呢 如果我們所有的衣服 很多色彩都在裡面的話 其實有點凌亂 對 然後我們就加了門 其實也可以防塵啦 喔 要它更乾淨 而且它顏色又變得比較統一更簡約 四樓用清裝修的方式 隔出了掌清房及兒童房 主牆面選用蘋果綠的顏色 與窗外的綠意相互呼應 不用花大錢 只要材質顏色選對 空間的氛圍仍然讓人覺得舒適 從到五樓 不是有電梯嗎 我為什麼不就電梯啊 如果我們走電梯 我們就沒有辦法看到 每一層樓的風景 你看這一樓更特別 我們這五樓的設計 更特別的一樓 對 快看一下 你一定看過日本的地上圍爐的view 沒有想到 登登 就在這邊 這空間也太舒服 太不可思議了 對啊 這個地方是因為 跟我們的女主人 鄭小姐聊的時候 想問她說她要這個空間 她會做哪一些行為 她說她會在這邊陪小朋友睡午覺 然後她自己會看看書 然後安靜 甚至就是處理她庭院的 這個小露台的這些的植物 花花草草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樣聽的話 我覺得她好像不太需要一個非常多的 應該要讓她是一個空的感覺 確實這個空曠的感覺很有味道 對 然後也希望她真的在這個空間的時候 她會不受拘束 是她不管是坐是臥 她都可以有一些比較自由的方式 沒錯 比如說你現在這樣子靠著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 很舒服的味道在裡面 真的是一個有一點點休閒又有一點療癒的一個空間 可是Dan 這樣子一個很棒的空間 平的也可以或坐或握 也可以跟孩子們互動 為什麼會坐著上階梯的感覺 我覺得不一樣 因為如果我們讓她下凹而且集中 她其實有一個聚集的感覺 甚至我也覺得其實在這個階梯上面 也算是一個收納吧 凹進去的地方 對 她可以隨處放一些她最近看的書 對 或者是就可以往裡面放這樣子 這就真的是設計師的巧思了 小鴨子走在這個水泥地板的感覺很舒服 設計師 本來這一間這麼大 格局就是如此嗎 不是 它本來是兩個獨立的空間 根本就是兩個房間 對 那我們就是打了兩道牆 這邊一道那邊一道 主要是想讓這整個空間是一個串連的 對 對 然後呢 做了這個兩個推拉門呢 就是她也可以獨立 對她打開的時候 其實她的視野就可以延展到這邊 沒錯 那就把我們講的空 包繪了一個淋滅精神 對對對 那這個拉門 拉起來的時候 各自有各自 比較可以各自活動的空間 也獨立出來 對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色調上的時候 我們給她一個這樣子的顏色 不管是木頭的染色 跟地板的顏色 都是希望她整個感覺是比較沉浸的 沒錯沒錯 我們進來這個地方 雖然朋友啊 親子之間啊 互動啊可以很活潑 可是進來到這個五樓的空間 你會覺得心情特別特別的沉澱 我稱這個空間為女主人的秘密基地 那她好不容易的就放下她自己的事業 然後為了家庭小孩 然後就退休了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是她可以好好的能夠在這裡安靜 在這裡沉濕 甚至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 然後她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處理一些花草 因為有個小露台 對她來說 這是一個她自己可以經營自己的一個空間 風格不是設計唯一方式 而應該回歸生活本身 一個設計的呈現 是經過溝通發想 溝通修正到成熟呈現的過程 設計師彈熟鏡透過材質 動線與機能 表現屋主與空間個性 也將創意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們現在都會推薦客戶用這種 隱藏式的空調 一個是我覺得她可以看起來 不會有那種冷氣機器的主機 看起來我覺得比較不好看 再來的話 她可以隱藏在天花板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兼顧到美觀 以及質感這樣